- 太晚了,又說走大運 - 好辛苦啊 - 走吧,等你半個小時 - 給我拍攝了什麼 - 喂,今年熟龍的朋友,今年都是犯太歲的生肖之一 今年有碎殺星的影響 同時間也是三殺位之一 所以今年,如果你住在將軍澳或省後 就留意一下,今年也是三殺位的其中一個方向 另外還有灌索和歐神星的影響 做事上容易迷惘,或是無法呼吸 同時當然在健康上也要留意一下 也容易有呼吸道問題,至乎容易有健忘 不記得夜的情況也比較多 另外,灌索也有被人捆綁的意思 所以今年可能做事上容易被人製索 或者似乎有些官非是非的影響 幸好今年還有兩顆吉星幫幫手 一顆太陰星和一顆唐扶星 太陰除了代表女性貴人幫助之外 也同時建議做事上需要低調少少 三思而厚恨 唐扶是有少少工作上的幫助 所以眾觀來說 今年其實做事上適宜低調少少 或者不要太急 有時慢慢來會比較快些 現在真的很多選擇都不知道選什麼 好幸好你不是屬馬 關什麼事 因為屬馬的朋友 今年除了梵太歲之外 今年也有鹹池和桃花兩顆星 在感情上容易被誘惑 單身的話容易陷入桃色陷阱 另外如果結婚或拍拖朋友 也容易跟人發生曖昧關係 小心擦槍走火 另外今年有小號星 經常有破財機會 或者用千夏度比較疏爽 而另外陸害星也容易有想是非 以至乎有親人不和的影響 最後有死符星 容易令人有眼頸固執 同時健康上會比較差 要特別留意心臟和眼睛的位置 幸好今年有三粒吉星的幫助 今年有天廚星 除了可以吃好東西之外 也可以透過改變一下飲食習慣 幫助調理一下身體 另外有月德星 這顆星可以幫助緩衝一下問題 同時因為月是屬陰性 所以可以多做些善事 即是陰德 另外還有玉堂星 可以賦予你冷靜 理性的智慧 所以綜合來說 今次屬馬的人 桃花園比較重 但是小心 這顆桃花 令到家人朋友 自有錢財上的損失 你說什麼 我正在說吃什麼 原來只是這樣 不是怎樣 吃串燒好嗎 吃串燒好嗎 不過說起又說 今年屬陽的人 健康也會比較差 因為今年是正充太歲 所以今年空星比例比較多 當中有睡破星 除了得罪太歲 基本上都是諸事不順 破財受傷 或者不被老闆重用 之類的情況 同時有大號星 代表大型開支 或者令到個人體力 精神和時間 需要更多 所以留意 也代表長輩上健康都會變差 另外還有一顆蘭剛星 今年已經諸事不順 還有一顆蘭剛星難一難你 而對於女生來說 今年也有月殺星 除了有苦火病 腸胃病之外 也同時容易有陶食糾紛出現 而吉星方面 今年是一顆地界星 有化殺的作用 可以不妨利用地界星 可以加強同事下屬 朋友的關係 增強一下助力 而對於女性治療來說 也有幫助 另一方面 如果是從事裝修 建築界的朋友 亦可以利用這顆星 去打好跟機 為將來的順勢做好準備 那即是吃什麼 最近我家經常收到投訴 又說我家玩波子 噪音過大 又懶起機滴水 馬鬼法 那你應該家裡有人熟蛇 對呀 因為熟蛇的朋友 今年有四顆空星 其中有天哭星 代表個人容易情緒低落之外 很容易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另外還有官符星 容易有觀眾是非 或者被人投訴的事 另外有五鬼和子輩星 除了破財之力 亦有被人排擠 被人捉背脊的影響 不過好的地方 今年都有兩顆吉星幫助 當中有三台和國印的星 但兩顆星主要是工作上的幫助 主要有高層或者職權上的影響 如果你從事教育或社工 會更加有利 所以綜合來說 熟蛇的人 今年和官非是非比較有緣分 還有小說話 多做事 或不妨找熟口的人合作和傾訴 借他們今年天氣和子微星的力量 解決問題 或舒服情緒壓力都可以 那不關我事 走吧 那走吧 ?? 我們在前面 哪裡 我們在這邊 我們好